公元前157年,汉文帝驾崩, 太子刘启按照汉文帝的主妇从简办理丧事后, 于当年十月正式登基,视为汉景帝。 刘启和他的父亲完全是两个性格, 文帝在做事方面以仁厚著称, 凡事都给人留有余地, 即便犯了很大的错误, 文帝也会从中寻找能宽恕的地方, 而刘启的性格比较刚烈, 甚至有些小心眼。 不过,作为皇帝, 刘启知道要收敛自己的脾气, 毕竟他面对的是整个天下, 而不仅仅是身边的人。 登基之初, 刘启打算继续延续父亲的人证风格, 尤其在刑罚方面, 刘启进一步放宽了惩罚尺度。 之前,文帝已经废除了肉刑, 所谓的肉刑就是残害犯人的身体, 比如砍掉手脚、割鼻子、割耳朵等手段。 文帝下令用打板子代替肉刑, 刘启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减少了打板子的数量, 以此来体现人证,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刘启登基后也需要培养自己的左膀右臂, 首先被他提拔重用的就是朝措, 朝措在文帝时期就开始崭露头角, 在抵御匈奴方面提出过很有建设性的建议, 并被文帝采纳。 在刘启登基前, 朝措还在太子府中任职过一段时间, 两人之间早就建立了联系, 在刘启的提拔下, 朝措成为内使掌管京城所有行政工作, 由于朝措自身性格原因, 他在朝中的人缘以及口碑都不是很好, 眼见他高声, 朝中大臣们都不是很高兴, 尤其是丞相申徒家表现得最明显, 因为申徒家作为异国丞相, 提出的建议总不被皇帝采纳, 朝堂话语权实际上已经到了朝措手里, 为了出一口恶气, 申徒家整日盯着朝措的一举一动, 希望能抓住他的错误。 终于,申徒家抓住了朝措一个把柄, 朝措搬到内使府办公后, 为了方便进出, 他把内使府外面的太上皇庙的围墙拆了一个口子, 汉朝的太上皇是刘邦的父亲, 朝措这个举动可大可小, 往好处说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往坏处说就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对太上皇是大不敬, 申徒家得知此事后, 决定通过这件事来弹劾朝措, 请求刘启以冒犯太上皇的罪名将朝措斩首。 刘启是一个聪明人, 他知道,申徒家此举是为了发泄私奋, 作为一个皇帝, 他需要的是臣子之间相互制衡, 而不是一家独大, 加之刘启和朝措之间有一定的师生情义, 因此他不但没有惩罚朝措, 反而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他说,朝措拆围墙之前已经请示过他, 是他同意朝措这么做的, 申徒家看刘启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只能就此作罢, 申徒家平时就得不到刘启重用, 如今又在群臣面前碰了一个钉子, 内心气愤难当, 加之他年事已高, 最终竟气愤而亡, 对于申徒家的死, 刘启只是象征性的前驱吊咽, 而内心没有丝毫伤感, 紧接着便立御史大夫陶清为丞相, 同时提拔朝措为御史大夫, 成为御史大夫后, 朝措在大汉权清朝野, 为了能进一步获得刘启的认可, 朝措打算做一番大事来回馈景地, 在封建王朝, 皇帝最在乎的事情就是统治稳定, 要想实现统一稳定, 必须加强中央集权, 只有把国家大权牢牢抓在皇帝手里, 国家才能正常运转, 要想加强中央集权, 就必须对现有的藩王开刀, 当初刘邦建立大汉之初, 为了犒劳群臣, 加封了一批诸侯王, 这其中有好几个是异姓王, 刘邦之所以加封异姓王, 是为了政局稳定, 后来刘邦担心异姓王会造反, 于是通过各种理由, 把异姓王逐渐消灭, 最终全部换成刘家子弟, 刘邦本以为诸侯王全部换成刘家子弟后, 便不会再有人反对皇权, 但刘邦高估了刘家子弟的忠诚度, 在刘邦在世时, 各诸侯王碍于他的威严不敢造反, 刘邦死后, 吉北王刘兴居就因为利益分配不均扛起了反旗, 这个事件让人们意识到, 同姓王也没有那么可靠, 在汉文帝时期, 贾义针对诸侯王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他认为, 可以通过加大分封的方式来弱化各个诸侯王的实力, 比如对诸侯王的儿子进行再次分封, 把诸侯国切分成数个部分, 这样一来, 诸侯国整体的地盘并未增加, 但单个诸侯国的实力却大大削弱, 当时, 文帝利用这个策略, 成功地将齐国和淮南国分割掉, 阻断了诸侯王做大做强的可能, 文帝此举属于小伙慢顿, 整个周期比较长, 需要几代人来完成, 而且会出现意外情况, 比如吴王刘弼凭借自身优势, 不断将诸侯国做大做强, 对中央政权形成了威胁, 一度产生了造反的念头, 尤其是一个极脾气, 他不想花几代人时间来解决诸侯王问题, 而是想一步到位, 朝措成功揣摩到了景帝的心思, 于是他公然上书提出了消翻册, 所谓的消翻, 就是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削减诸侯王的地盘, 以此来达到弱化诸侯王的目的, 相较于文帝时期的温和政策, 朝措提出的方案要激进很多, 对于朝措提出的建议, 刘弼几十分认同, 朝堂大臣们知道, 景帝不是一个善差, 于是在消翻问题上保持了沉默, 这种沉默并不代表着认同, 只是碍于皇帝的威严不敢提意见而已, 就在刘弃以为群臣对此没有意义的时候, 时任詹氏一职的窦英表达了反对, 虽然窦英的官职并不高, 但她是窦太后窦一房的亲属, 属于皇亲国妻, 在朝堂上有一定的话语权, 由于窦英的极力反对, 尤其暂时将消翻仪式搁置, 就在朝措认为, 消翻册即将赴死胎中的时候, 窦英却得罪了窦太后, 使得她的话语权彻底被废掉, 窦太后有两儿一女, 大女儿叫刘朴, 二儿子便是汉景帝刘启, 小儿子名叫刘武, 刘武早期被封为淮南王, 后来又被加封为梁王, 刘武所在的梁国是一片富饶肥沃之地, 实力比较强大, 刘启和刘武兄弟二人的关系非常好, 两人在政治方面相互成就, 窦太后看到兄弟俩相处得如此和谐, 内心十分高兴, 有一次刘武来京城朝见, 结束完公事后, 窦太后设宴招待他们兄弟俩, 参加宴会的还有其他皇亲国妻, 这其中就包括窦英, 在席间, 刘启喝得十分尽兴, 也许是酒后食言, 刘启当着众人的面说道, 千秋万岁后传梁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等刘启死后, 要把皇位传给梁王刘武, 一般来讲, 酒桌上的话大可不必当真, 但窦太后和梁王听完喜上眉梢, 尤其是窦太后, 他非常希望两个儿子能轮流做皇帝, 此时一旁的窦英知道景帝是酒后食言, 于是站出来提醒说, 天下是高祖的天下, 按照汉朝礼制, 应该是父子相传, 不能私自传给兄弟, 刘启应该再饮一杯酒, 将之前的话收回, 在窦英的提醒下, 刘启认识到自己酒后食言, 于是收回了刚才所说的话, 俗话说, 说出去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 虽然刘启表示自己是酒后食言, 但这番话已经在刘吾内心生根发芽, 而窦太后也因为窦英的举动而颇为生气, 此后窦太后开始憎恨窦英, 窦英自知得罪了窦太后便主动辞职, 窦英辞官回家后, 意味着朝堂上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萧帆之策, 在朝措的力劝之下, 刘启决定萧帆, 他将萧帆事宜全权交给了朝措, 大权在握的朝措, 准备拿诸侯王开刀, 他首先将矛头指向了楚王刘吾, 刘吾是刘娇的孙子, 刘娇则是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 一直以来, 刘娇与汉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很好, 但刘吾接任楚王之后, 这种形式就发生了变化, 刘吾没有像祖父辈那样经历过战乱年代, 加之从小娇生惯养, 所以非常嚣张跋扈, 经常无视王朝法度, 景帝二年, 刘吾的奶奶伯太后去世, 汉朝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在葬礼期间, 刘吾下令全国上下禁止一切娱乐活动, 夫妻间的性生活也一律被禁止, 但刘吾好色成性, 在葬礼期间无视法度, 公然与嫔妃淫乱, 此事后来传到朝措耳边, 当时朝措正与景帝商议消翻之时, 郑仇不知从哪个诸侯王开始下手, 刘吾的行为正好给朝措留下了把柄, 景帝三年, 刘吾到京城朝拜, 此时的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人抓住了把柄, 因此去朝拜的时候并未做防范, 结果到了京城就被朝措当场拿下, 朝措将刘吾押送到刘吾跟前, 请求刘吾以淫乱罪将其处死, 此时刘吾刚刚继位三年, 考虑到自己的根基未稳, 他选择了西式宁人, 留了刘吾一命, 但趁机消去了楚国管辖的两个郡, 此时楚国管辖的范围包括东海郡, 薛郡和鹏城三十六县, 消去两个郡相当于直接把楚国消去三分之一, 刘吾当时为了保命只能答应肖郡的条件, 当他安然回到楚国后, 心中便开始憎恨景帝, 楚国也和中央政府出现了难以调和的隔阂, 朝措通过消翻楚国尝到了甜头, 于是他加大力度搜集各个诸侯王的把柄, 诸侯王身为掌管一方的土皇帝, 在做事方面难免会有一些不妥之处, 不过中央政府对此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别做出格的事情, 没人能约束诸侯王, 但在特殊背景下, 诸侯们的错误就会被无限放大, 朝措经过精心收集, 抓住了赵王和刘穗和焦西王刘仰的把柄, 并趁机消掉了赵国的常山郡和焦西国的六个县, 至此, 朝措已经成功对三个诸侯国消翻成功, 面对朝措的消翻政策, 这三个诸侯国只能乖乖接受, 因为他们的实力在众多诸侯国中处于中下游, 无力与大汉朝廷对抗, 家之本身就有把柄在身, 只能默默地吃哑巴亏, 此次消翻成功给了朝措极大的信心, 他本以为消翻过程会是一番剑拔弩张, 没想到, 如此简单就让诸侯王们就范, 顺利程度让他出乎意料, 有了之前的成功案例, 朝措准备拿一个大的诸侯国开刀, 经过反复权衡, 他把目标锁定在吴国身上, 之所以拿吴国开刀, 是因为吴国境内有两大自然资源, 一种是晒至食盐的海水, 一种是铸造钱币的铜矿, 这两大资源并不归大汉朝廷管理, 而是吴国的私产, 吴国也凭借这两个优势, 远远地将其他诸侯国甩在身后, 在对吴国动手之前, 朝措特意去请示刘启, 对此刘启表示默许, 在大一统时代, 皇帝是天下至尊, 朝措本以为有了景帝的支持, 便可以一帆风顺, 如果哪个诸侯王敢反对, 就可以派军队前去剿灭, 就在朝措信心满满时, 他的父亲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朝措父亲警告他, 此举是把朝氏家族带向深渊, 如果他不立刻停止, 整个朝氏家族都会跟着陪葬, 对于父亲的劝说, 朝措并不以为然, 而是执意削藩, 朝措父亲眼见他不听劝阻, 回到老家后服毒自尽, 朝措得知父亲死讯后悲痛不已, 但仍未打消他削藩的念头, 坚持要对吴王刘璧动手, 一切准备就绪后, 朝措向刘启上书, 然后拿着景帝的赵令派人前去吴国, 让吴王刘璧把盛产铜矿和石岩的两个郡让出来, 面对朝廷的发难, 刘璧没打算坐以待毙, 他打算薪酬救恨一起算, 之前刘璧的儿子被尚未登基的刘启杀死, 出于顾全大局, 刘璧选择了隐忍, 如今刘启居然公开发难, 夺了吴国的盐田和铜矿, 就相当于砸了刘璧的饭碗, 既然刘启要砸他的饭碗, 他就要掀翻刘启的皇位, 当诏书送到吴国后, 刘璧立马选择起兵造反, 为了让造反显得合情合理, 刘璧打出了清军策的招板, 他说, 所有的一切都是朝措在刘启面前进献谗言造成的, 希望刘启能杀了朝措并收回赵令, 否则他就会率领大军直逼长安, 有了造反的借口后, 刘璧一边整备兵马, 一边联络对大汉朝廷不满的诸侯王, 这其中包括此前被削翻的楚王刘悟, 焦西王刘洋和赵王刘碎, 焦西王刘洋是个好勇斗狠的人, 当他收到刘璧联合出兵的邀请后, 立马答应出兵响应, 为了让刘洋全力以赴, 刘璧承诺拿下天下后会与之平分, 后来, 刘璧又亲自前往联系了焦东王刘雄渠, 习王刘江吕, 习北王刘志, 济南王刘辟光和资川王刘贤, 准备组成九国联军前去讨伐刘启, 为了表示造反的决心, 刘璧将前来传召的使者杀死, 并集结了二十几万人, 就在大军准备出征之际, 习王刘江吕和习北王刘志退出了造反行列, 他们认为此事成功率不高, 即便能成功也很难分到利益, 如果失败, 结果将是无尽深渊, 他们两人的退出并未打乱刘璧的计划, 由于此次参与叛乱的总共有七位诸侯王, 此次叛乱也被称为七王之乱, 景帝三年, 刘璧率领大军从广陵出发, 会同楚国军队, 浩浩荡荡直奔长安, 焦西王则会同焦东王、 资川王、济南王前去攻打齐国, 惩罚齐王在反叛事件中的出尔反尔, 赵国身处北方边境, 与匈奴接近, 于是赵王便派人前去联络匈奴, 准备从北方发起攻击, 从当前的部署来看, 刘璧为此次叛乱做了充足的准备, 在出兵之际, 刘璧同时向天下发布公告, 能活捉或者杀死汉军大将者赏金五千斤, 封万户侯, 杀死猎将者赏金三千, 封五千户, 杀死毕将者赏两千斤, 封两千户, 汉军将领能主动现成投降的, 势同斩杀大将也能得到相同的奖赏, 这个激励政策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将士们听到奖赏细则后, 像打了鸡血一样, 迫不及待地想上场杀敌, 相较于准备充分的七国联军, 大汉朝廷几乎没有事先准备, 他们可能料到刘璧会造反, 但没想到他们的行动会如此迅速, 更没想到造反规模会如此之大, 吴楚联军渡过淮水后, 一路势如破竹, 距离长安城越来越近, 得知刘璧大军破禁的消息后, 刘启和朝廷都非常慌张, 于是召集群臣前来商量对策, 朝廷平时在朝堂上, 经常滔滔不绝地指点江山, 但他并不会领兵打仗, 当刘启问他有何应对之策时, 朝廷居然要求刘启亲自领兵前往拒敌, 刘启身为大汉皇帝, 是整个帝国的大脑, 一旦他出现任何问题, 整个帝国都会土崩瓦解, 所以没有绝对胜算之前, 帝王都不会到前线冒险, 刘启听到朝廷的建议后, 不再顾及师生情义, 当场对朝廷破口大骂, 消翻政策是朝廷想出来的, 刘璧造反和朝廷有直接关系, 如今他捅出来篓子, 却让皇帝背锅, 这显然不合适, 朝廷自知理亏, 不敢再继续发言, 静听其他大臣有没有好对策, 由于汉朝多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 当初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将军, 基本上都已经去世, 有战斗经验的人屈指可数, 此时刘启突然想到, 父亲汉文帝在临死之前说过,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可以放心地让周亚夫上阵, 刘启相信父亲的判断, 即便不相信也没有其他办法, 于是火速召周亚夫前来, 并任命其为太尉, 率领汉军前去迎敌, 同时让立即率军进攻赵国, 派老将鸾部前去齐国解围, 最后把当初反对消贩政策的窦英召了回来, 封他为大将军前往行阳屯兵, 朝廷从朝堂返回家中后, 内心十分郁闷, 此时需要一个出气筒, 想来想去, 他把目光锁定到袁昂身上, 袁昂是汉朝明臣, 在文帝时期就因为能尖锐地指出文帝身上的弊病, 因而获得重用, 后来文帝派袁昂到吴国做相国, 除了负责处理诸侯国的日常事务外, 也负责监视刘弼的一举一动, 与朝廷在朝中处处树敌不同的是, 袁昂在朝中的口碑非常好, 连身途家这种适才傲物的人都把他封为座上宾, 袁昂当初在陋西做都尉的时候, 将士们也佩服他的为人, 心甘情愿地为他卖命, 此前,朝廷与袁昂就势同水火, 两人的关系差到不能共处一室讨论事情, 朝廷得势之后, 曾以袁昂收受刘弼的贿赂为借口, 奏请刘启将其斩首, 刘启非常欣赏袁昂的才华, 没有杀他, 而是将他贬为庶民, 如今刘弼造反, 朝廷认为, 袁昂在吴国多年都没向皇帝提醒过刘弼可能会造反, 说明袁昂是刘弼的同党, 于是打算把他抓来问罪处斩, 朝廷公报私仇的举动, 连他的幕僚都看不下去了, 他们提醒朝廷, 如果在刘弼造反之前将袁昂抓起来, 是有可能避免刘弼造反的, 如今刘弼已反, 将袁昂抓起来已经于事无补, 再者以袁昂的为人, 他不可能与刘弼为伍, 在部下的劝说下, 朝廷意识到自己的想法过于荒唐, 放弃了抓捕袁昂的想法, 后来, 朝廷打算杀袁昂的消息传了出去, 袁昂听到消息后, 打算为皇帝献上遗迹, 由于他已经是庶民, 无法之间面见皇上, 于是他找到好友窦英, 希望他能够为其引荐面圣, 窦英了解袁昂的才能, 知道他此时提出面圣, 肯定有破敌之策, 在窦英的引荐下, 袁昂得以进宫面见皇帝, 这天, 刘弼正在宫中与朝廷商讨事情, 见袁昂到来后, 便开门见山地问他退敌之策, 袁昂告诉刘弼, 此次刘弼造反是不可能成功的, 刘弼一律地看着袁昂, 说道, 这些年, 刘弼一直凭借富可敌国的钱财, 不断网罗人才, 如今, 他隐忍了几十年才打算造反, 一定进行了周密的策划, 刘弼准备得如此充分, 为何不能成功? 袁昂表示, 真正的人才并不会被钱财收买, 如果能被钱财收买, 就算不上真正的人才, 如果刘弼身边真的有人才, 就不会任由他在花甲之年造反, 袁昂的回答让刘起耳目一新, 就连一边的朝措都表示认同, 刘起知道, 袁昂是有备而来, 于是问他有何破局之策, 袁昂表示, 他的确有破局之策, 但只能单独和皇帝一个人讲, 刘起知道, 此番话是在针对朝措, 但为了国家安危着想, 他让朝措退下, 单独与袁昂商谈, 袁昂表示, 他的破局之策就是杀掉朝措, 袁昂告诉刘起, 刘弼此次起兵是打着清军策的名义, 他们并不是想推翻朝廷, 而是想杀掉消翻政策的始作俑者, 维护自身封地的利益, 只要杀掉朝措, 刘弼就会退兵, 如果朝措的死不能让他们退兵, 那么刘弼清军策的借口就站不住脚, 届时, 道义舆论就会回到刘起这边, 刘弼就变成了人人得而诸之的反贼, 到时候就能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们, 袁昂的计策虽然带有暴私仇的成分, 但此番分析逻辑缜密, 一针见血地指出癥结所在, 尤其想到, 朝措平时在朝堂上耀武扬威, 一旦出现问题, 居然让皇帝到前边鼎雷, 如果任由朝措继续胡闹下去, 势必会影响到大汉统治根基, 于是同意了袁昂的建议, 随后他任命袁昂为太长, 任命刘弼的侄子刘通为宗正, 前却和刘弼交涉, 当群臣得知刘起对朝措起了杀心后, 弹劾朝措的奏折如雪花般送到刘起的案头, 刘起知道朝措已经人心丧失, 于是便派人宣朝措进宫, 此时的朝措还不知道大难临头, 当他的车队行至一半的时候, 就被刘起提前安排好的人剁成两半, 连给他身边的机会都没有, 朝措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杀, 也许在临死的那一刻, 他会想起当初父亲苦苦归劝, 只可惜为时已晚, 朝措被杀后, 刘起命袁昂和刘通前去通知刘弼, 让他撤军回国, 此时到此为止, 既往不救, 刘弼没想到刘起会杀掉朝措, 眼见自己清军侧的遮羞布被一把扯下, 刘弼直接表示, 他要攻入长安自己做皇帝, 由于刘通是他的侄子, 刘弼并未杀他, 而是将他赶走, 刘弼知道袁昂的才能, 强行把他留了下来, 试图通过金钱打动袁昂为其效命, 袁昂誓死不从, 刘弼一怒之下将袁昂关了起来, 准备第二天将其杀掉, 由于此前袁昂在吴国做过相国, 积累了大量人脉, 之前受过袁昂恩情的人, 当晚偷偷将其释放, 眼见杀掉朝措并没让刘弼退兵, 尤其彻底明白, 刘弼是冲着皇位来的, 而不是清军策, 为此, 刘弼开始后悔杀掉朝措, 毕竟朝措提出消翻是为了维护皇权, 但人死不能复生, 刘弼眼见刘弼没有退兵, 便不再抱有谈判的想法, 而是全力以赴地战胜刘弼, 此时, 刘弼唯一能依仗的人便是周亚夫, 在冷兵器时代, 在双方士兵数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主将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 刘弼在出兵的时候, 他手下一位名叫田路伯的大将军曾提出建议, 要想打败汉军应该出奇制胜, 希望刘弼能给他一支五万人的队伍, 和刘弼分两路, 同时, 从韩古关和武关方向进攻关中, 此时的刘弼已经失去清军策这块招牌, 在道义上处于劣势, 他担心田路伯得到士兵后会背叛自己, 便没有同意, 还是坚持之前按部就班的打法, 后来, 刘弼手下另一位将领告诉刘弼, 吴国的军队以步兵为主, 适合在山区作战, 汉军的队伍以骑兵为主, 适合在平原作战, 要想取得最终胜利, 应该加快速度, 先去占领洛阳的武器库, 然后拿下敖仓的补给线, 如果让汉军先到达洛阳, 就会被逼入平原和他们决战, 这对吴楚联军非常不利, 从军事层面来看, 这个建议是非常合理的, 但刘弼仍然没有采纳, 还是坚持战前制定的策略, 慢慢悠悠地往前推进, 周亚夫窥探完刘弼的行军方式后, 心中已经有敌, 第一时间赶到了洛阳, 在这里, 周亚夫和穆辽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们打算把刘弼大军引诱到梁国, 让梁国军队和敌军消耗, 然后, 汉军在侧面切断刘弼的梁道, 等梁国和刘弼大军两败俱伤时, 汉军再杀出来收拾残局, 梁国虽然是一个富庶的诸侯国, 但军事实力并不是很强, 周亚夫之所以认定梁国会誓死抵抗, 是因为梁国国王刘武是刘弼的亲弟弟, 一旦刘弼倒台, 刘武也难保性命, 因此会誓死抵抗, 周亚夫在步兵之前向刘弼请示, 在生死存亡之际, 刘弼顾不上兄弟情深, 私下里同意了周亚夫的方案, 刘弼内心还有另外一个考虑, 刘武作为自己的亲弟弟, 难免会对皇位产生想法, 此次正好可以趁机削弱梁国, 为了让刘武能全力以赴地跟刘弼拼命, 刘启和周亚夫演了一出双簧, 当刘弼和刘武激战震撼时, 周亚夫将军队驻扎在不远处观战, 刘武眼见援军就在不远处, 于是号令全军誓死抵抗, 一定要在援军到达前守住城池, 刘武一边率人誓死抵抗, 一边派人让周亚夫出兵, 但周亚夫迟迟不肯出动, 如此三番五次过后, 刘武大怒便写信给刘启, 让其发兵来救的同时并严惩周亚夫, 刘启在信中表示,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一切军中事务由周亚夫决断, 刘武搬救兵失败后, 咬着牙坚持了三个多月, 虽然梁国的形势岌岌可危, 但成功地把刘弼大军拖入了泥潭, 由于梁草被周亚夫切断, 一时之间又无法取得胜利, 刘弼大军陷入两难境地, 随着梁草一点点被耗尽, 士兵们忍受不了饥饿开始逃跑, 这个信号被周亚夫敏锐地抓住, 他当即对刘弼大军发起攻击, 并很快将其击溃, 刘弼眼见大势已去, 无心恋战, 便率领几千士兵逃跑, 将一同前来的楚王刘武扔在了汉军包围圈中, 楚王自知反叛的下场, 他不想被抓到长安受辱, 于是举荐自杀, 随着吴楚联军土崩瓦解, 周亚夫率军一举拿下了吴国, 刘弼眼见自己的老巢被攻陷, 黄黄如丧家之犬, 一路跑到了快击郡丹徒附近, 试图在这里纠集残兵, 谋求东山再起, 由其眼见刘弼已成丧家之犬, 决定一步到位送他到西田, 于是发布了一条悬赏令, 杀掉刘弼可以获得赏金一千金, 丹徒是少数民族东越人的聚集地, 面对刘弃的重金悬赏, 东越首领决定痛打落水狗, 之后以劳军为名, 成功将刘弼诱杀, 并把人头送到了长安, 刘弼死后, 焦西王刘强率领四国联军加紧攻打齐国, 此时齐国尚且不知刘弼的死讯, 他们也不知道还能抵抗多久, 后来, 齐王刘江驴派人到长安求援, 并得知刘弼被击溃的消息, 便率人誓死抵抗, 后来, 鸾部率领的援军前来救援, 打退了刘强率领的四国联军, 齐国的危机得到了解决, 至此, 声势浩大的齐国叛乱, 仅仅在几个月后便彻底被平定, 叛乱被平定后, 参与叛乱的七路诸侯王要么被杀, 要么选择了自杀, 齐王刘江驴由于之前参与过谋划叛乱, 他担心自己受到清算, 于是选择服毒自尽, 吉北王刘志通过梁王刘武向刘启求情, 最终得以免受惩罚, 七王之乱结束后, 之前朝作提出的消贩目的最终得以实现, 只是没有按照他的设想进行, 他也为此献出了生命, 此次大规模叛乱, 让社会生产力遭到重创, 本想在其他方面一展宏图的刘启, 不得不把重心放到休养生息上, 叛乱结束后, 为了维护国家稳定, 刘启决定策立太子, 按照汉朝传统, 太子要立嫡长子, 也就是皇后的儿子, 但尴尬的是, 刘启的皇后伯皇后一直没能怀孕, 刘启只能在嫔妃生的孩子中, 挑选一个年龄最大的孩子做太子, 最终刘荣被立为太子, 历朝历代, 向来策立太子一世都不会很平静, 因为太子是未来的皇帝, 背后牵扯的利益太大了, 即便太子已经确定, 其他人也会试着争取一下, 太子刘荣的母亲名叫利基, 在刘荣成为太子前, 利基在宫中的地位并不高, 而且人缘比较差, 但母凭子贵, 刘荣成为太子后, 利基瞬间成为众人巴结的对象, 在巴结利基的人当中, 就有刘启的亲姐姐刘朴, 刘朴为了巴结利基, 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 从现在遗传学角度来看, 刘朴是太子刘荣的亲姑姑, 两家联姻肯定不合适, 但在2000年前, 近亲结婚不会被禁止, 作为太子的生母, 此时的利基已经变得飘飘然, 面对皇帝姐姐的主动示好, 她非但不领情, 反而对刘朴恶语相向, 表示, 刘朴的女儿配不上刘荣, 利基的态度让刘朴十分生气, 他准备给利基一个下马威, 此时一个名叫王志的女人 走进了刘朴的视线, 王志是刘起诸多妃子中的一个, 王志的母亲是汉出燕王赃图的亲孙女, 后来, 赃图因为谋反被杀, 导致赃士一族家道中落, 王志在母亲的安排下, 嫁给了邻村一名男子, 并生下两个女儿, 本来王志已经接受了平淡的生活, 他的母亲突然心血来潮, 认为王志是一个富贵命, 于是, 强行让王志和丈夫离婚, 紧接着, 他母亲把王志和他未出嫁的妹妹一同送进了皇宫, 按理说, 王志已经嫁过一次, 而且生过孩子, 没有资格进宫为妃, 但他的母亲不知用了何种手段将她送进宫中, 王志进宫后, 不但得到刘起的认可, 并为其生下了一儿三女, 其中儿子名叫刘彻, 王志得知刘朴被利基拒绝的消息后, 便主动向刘朴示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刘朴认为, 王志可以成为一把对付利基的利剑, 于是, 刘朴打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刘彻, 并趁机在刘起面前说利基的坏话, 并劝说刘起重新策立太子, 起初, 刘起面对刘朴的谗言不以为然, 但时间久了, 内心就开始发生动摇, 由于皇后博士身体欠佳, 刘起依心想重新策立皇后, 作为太子的母亲, 利基被默认为是皇后的人选, 但刘起一直没把策立皇后仪式提上日程, 致使利基等待的时间太久, 心中便产生了怨言, 有一次, 刘起得了重病, 他认为自己时日无多, 便把利基叫到身边, 嘱咐他当太子成为皇帝后, 一定要善待其他皇子和嫔妃, 也许是以前受过太多委屈, 面对刘起的求情, 利基非但没答应, 反而对刘起破口大骂, 他甚至希望刘起早日驾崩, 为太子刘荣让路, 利基这番话让刘起很生气, 但想想利基之前受过的委屈, 刘起便不再计较, 眼见刘朴未能将利基扳倒, 王志心生一计, 他找到刘起身边的一位大臣, 希望大臣能在刘起面前为利基求情, 请求皇帝能早日立利基为皇后, 这位大臣为了贪图雍丽之功, 在刘起面前主动提出 让他策立利基为皇后一事, 大臣本想借此邀功, 没想到刘起听后大怒, 历来朝中大臣都不能和后宫走得太近, 以免他们相互勾结, 架空皇权, 刘起听完大臣的禁言后, 直接命人将他拖出去斩首, 甚至没该他辩驳的机会, 杀掉大臣后, 刘起认为那些话是利基在后面指使的, 于是勃然大怒, 他不仅将利基打进冷宫, 还废掉了太子之位, 得知刘起将太子废掉的消息后, 刘起的亲弟弟梁王刘武满心欢喜, 当即入朝觐见, 他此番入朝觐见, 名义上是与刘起叙叙旧, 实则想投石问路, 看看自己有没有当皇帝的可能, 刘武是汉文帝的儿子, 也有继承皇位的权力, 在汉朝以前, 胸中帝籍的事情屡见不鲜, 加之汉文帝也并非嫡长子出身, 这就让同样是非嫡长子出身, 刘武萌生了继承皇位的野心, 之前刘起在九席上说过, 要传位与刘武的话, 让后者一直铭记于心, 尽管刘起事后解释说九后失言, 但当皇帝的想法, 已经在刘武心中生根发芽, 随着太子刘荣被废, 刘武以为, 这是刘起为了传位给他而做出的举动, 刘武来到长安后, 刘起以兄弟之礼, 对他进行了高规格接待, 但除此之外, 丝毫不提传位于他的事情, 刘武于是去找自己的母亲窦太后, 窦太后也非常想让刘起传位于弟弟刘武, 一方面是爱子心切,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 作为一朝太后, 他有很高的话语权, 一旦刘起传位于他的儿子, 窦太后就会让出太后之位, 成为太皇太后, 届时就有可能失事, 如果让刘武做皇帝, 他依然是皇太后, 能从大汉帝国的权力蛋糕中 分一杯羹, 为了说服刘起将皇位传于刘武, 窦太后先是苦口婆心地劝说, 后来直接用母亲的身份施压, 因为汉朝一直奉行孝道, 皇帝作为天下表率, 一定要带头孝顺父母, 在孝文化里, 听父母的话是很重要的一条, 刘起既不想顺从母亲传位于刘武, 又不想忤逆他, 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 他在朝中选出十几位耿直忠诚, 刚正不阿的大臣, 这其中就包括袁阿, 这十几位大臣在窦太后面前引经据点, 据理力争, 窦太后自知理亏, 但他还想用权威来恫吓这些大臣, 面对强权施压, 这十几位大臣宁死不屈, 甚至想当场撞死在窦太后面前, 窦太后是见过世面的人, 出于大局考虑, 最终放弃了让刘武继位的想法, 景帝七年, 刘起见窦太后不再苦苦相逼, 便将刘彻封为太子, 刘彻的母亲王智被封为皇后, 刘武见继位无望, 不敢冲皇帝发火, 将怒气全部撒在这十几位大臣身上, 他派出刺客将这十几位大臣一一刺杀, 从刘武的这个举动来看, 他根本就不适合做皇帝, 一来是智商有问题, 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 杀掉十几位大臣, 不但于事无补, 反而给自己招致骂名, 再也不可能染指皇位, 二来,刘武心胸度量如此狭小, 即便是做了皇帝, 也会将大汉带入歧途, 刘起得知刘武刺杀大臣的消息后, 对刘武的态度发生了彻底转变, 刘起此举有捧杀刘武的嫌疑, 就像当初汉文帝捧杀刘长那样, 先无底线地进行纵容, 等到他们闹得天怒人怨的时候, 再站在道德制高点进行收网, 届时, 他们的生杀大权全都掌握在皇帝手中, 自知酿下大错的刘武, 以为难逃杀身之祸, 整日等待刘起下诏来抓他, 但刘起并未下诏抓捕刘武, 而是不断地让人吹风会处理刘武, 让其整日活在恐惧中, 公元前144年, 郁郁寡欢的刘武终于摆脱了恐惧, 结束了不堪的一生, 三年后, 疲劳不堪, 体弱多病的刘起抢撑着身体, 将权力传给了刘彻, 九天后, 刘起在魏央宫中病逝, 纵观汉景帝的一生, 他最大的工业, 除了平定七王之乱, 稳定刘家江山之外, 就是继续延续汉文帝的人政, 不去主动折腾百姓, 不主动对外发起战争, 给百姓提供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 对于帝王来讲, 主动躺平, 不穷兵独武, 不折腾百姓, 也是一件大功德, 从这个层面来看, 汉景帝算得上是一位明军, 随着汉景帝驾崩, 文景之志宣告结束, 接下来, 大汉迈入到汉武帝时代, 给赞取夜行为止摩椎链石瓶金存 Ans make, 两位 конце零卖定ays几个一些老通路,